打饭高手哪家强 学校食堂找小浪 开饭咯 浪小子 我要三混一缩 这回不叫阿姨 改叫我小名了 老师同学 是谁给你的胆子叫 历史老师 老师 您怎么来我这儿打饭了 等着备课 麻烦快点 好好好 快快快 我快点 抖 抖什么抖 哎呀 上学留下了后遗症 我一见到老师 我就紧张啊我 如果可以 我想说三个字 别抖了 不 不抖了 这次我记下了 别呀 打个菜哪能记仇啊 再说了 学校食堂就我一家 跟我结仇 年轻人哪吃饭啊 这样老师 下一道菜呢 公报鸡丁 这次啊 我一定会保好 抖的力度的 足球了 给我留点药吧 这不是有肉吗 你看 这么大一块鸡肉 还配着大葱和辣椒呢 一个字 绝 嘿嘿嘿嘿嘿嘿 我要的是三会一素啊 没错 还差一荤一素 下道菜 给您来一个麻婆豆腐 哎 我这麻婆豆腐里边 是有肉的啊 也是荤菜 给我留点药吧 好 说留一点就 给您留了两点 还额外送了一大块 老师 我对您好吧 好的 最后一道素菜 春季四宝菜吧 哎 这可以给您多来一点 再也不合适吧 你看 给他多来一点 他觉得不好 那我呢 就适当的抖一抖 觅食为天 为抖为地 哎 早知有今日 您又该让我少背点 奇处咽寒 赵为琴啊 狗 三混一酥 麻烦快点 英 英 英语老师 啊好 马上中秋了 我给您打份月饼 但这有青椒在上面啊 不太合适 我给您抖上一抖 看 干干净净 两块月饼 人似铁 宽似港 一顿不吃饿刀黄 老师 您这么瘦 不就是天天挨饿 饿出来了吗 这道逗逗炖肉 我给您抖得 生块肉就行了吧 你任性看着饿 都这么饿死吗 怎么会饿死呢 咱这是为了让您 继续保持身材 美丽动人 我是你个乖 嗨 一块肉抖出来了 没有时间打翻功底啊 还真抖不出我这水平呢 昨天的翻菜又写割牙 嘿 您这还挑食啊 那给您来到 怪怪汤圆 软硬失忠 软韧爽口 这是新品啊 给您来一点 先尝尝啊 我的饭菜要被干咳了 我的饭菜要被啥啥了 这个英语单词是啥意思吗 干咳 干咳 您的意思是 马上上课 您没时间吃了 别急 我这里呢 有道黑暗鱿鱿匙啊 吃一块能顶一天 吃完呢 您放心去上课吧 浪小 来两喝两素 你喝 是体育老师 我当年可最喜欢上体育课了 这我可得好好招待招待您了 麻烦快点 OKOK 不过我听说啊 体育老师身体一般都不太好 一上体育课他就装病 是生病啊 所以我把体育课 让给其他老师了 我觉得吧 这肯定是和吃有关啊 所以呢 今天我就忍一忍 不抖勺了好吧 最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请你多吃一点 养好身体 赶紧去给我们上体育课去 兄弟们 我这操作 不值得你们给浪哥的视频 来个长按点赞 强烈推荐吗 这不是我们学校的看门大爷吗 要来点蘑菇啊 来死份 好家伙 还真又不怕屎 没事 朗霄子 你是得帕金森了吗 手这么多了这么厉害 这还不是怪您 您看您 出来买个饭 手里还觉得一个大托海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要打人呢 我这能不害怕吗 我这一害怕 这手不就 倒得厉害了吗 你在兜 下次我可不让你进小门了呀 别别别 大爷大爷 咱重新来好吧 这次我觉得给你 成的满满当当的 算你消子事项 嘿嘿 瞧您说的 咯 您的蘑菇盛宴 请您吃好 哦对了 回头吃席的时候 可千万不要忘了通知我啊 咯 咯咯咯咯 哦 JK 兜 啊